好 接下来老师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文法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句子对不对 各位还有印象吗 He became such 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 a depressed person that 以至于 he could never get over his parents' death 他变成了一个这样的 来这个such 这个such是这样的 他后面会搭配一个罐词 再加上形容词 depressed 再加上最特别的就是他有名词 such这个字一定会有个形容词加名词在后面 他一定会有个形容词加名词在后面 然后再加上that 这个以至于 后面再加上一个结果句 各位没有觉得这个句型跟我们之前学的有一点像 这个如此以至于 对 有点像对不对 没错 在第四课我们就有学到啦 我们学到的是当时候在第四课学到的是 be动词或连缎动词的时候 这个so后面加的是形容词 如果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时候 这个so后面加的是副词 这个so翻译成如此 然后加上形容词或副词之后 加that加上结果句 然后我们对照一下 今天学到的是动词 任何动词都可以 但是这里加上一个such 这个such翻译成这样的 它后面你看 so如此的是加形容词跟副词 但是such加的是一个er或an 加形容词加名词 如果这个名词是负数 那这个一个就可以不用写 如果这个名词是单数 这里的一个就要有 你可能是一个 或者是这个形容词是母音开头 我们就用an 也就是说这个such 它后面要加的是一组名词片语 一个形容词加名词的这个名词片语 然后再加上that 以至于他们的这两个句型 这两个句型 上下这两个句型的中文都翻译成如此 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什么东西 这么样的一个人或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以至于怎么样的结果句在后面 所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课本 这个我们的蝙蝠侠小时候 he was a little boy 的时候 他的parents were murdered 因为爸爸妈妈都被谋杀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悲惨的童年 他变成了becan 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 你看这个such 给他画起来 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 你看一个罐词 加上情容词depressed 感觉到很忧郁的 感觉到很沮丧的一个人 他变成了一个很郁郁寡欢的人 以至于that 他没有办法 he could never 他永远never 没有办法可以去get over 他没有办法去度过 他去越过 能够去克服掉他父母亲的死亡 这个get over 在我们课本翻译成恢复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克服 因为什么叫get over 就是你呢 over是有越过一些障碍的意思 所以他没有办法恢复过来 他没有办法从父母亲的死亡 从他的parent's death 这个death是名词 从父母亲的死亡能够get over 能够克服过来 能够恢复过来 好所以各位看 因为变成这样 以至于造成后面的结果 这个death后面加的是一个结果句 所以呢 he became such a depressed person 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孕育寡欢 沮丧没有自信的人 以至于呢 后面的结果就是他没办法get over 没办法从上父母 从父母亲的这个伤亡当中 get over 恢复过来 好接下来呢 这个句子我们刚刚讲完咯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你看咯 这个badman他也是人而已啊 他也会遇到父母亲有死亡的时候 也遇到人生的障碍观 没有办法get over的时候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 later in the life 可是各位 这个蝙蝠侠 这个蝙蝠侠呢 他就这样子一辈子的郁郁寡欢 没有失去丧志了吗 没有欸 later是之后 later呢 later in his life later 在他的人生当中之后呢 he was able to 他后来振作起来了 he be able to 他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状态下 create many high tech weapon 因为他整个人都把自己的心都封闭起来 所以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 他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他去做了什么事 他能够be able to create 他就能够去创造出许多的高科技的武器 来各位这个high tech 这个high tech是高科技 weapon是武器 因为这样自己的生活自己生活了 所以他就有很多能够be able to 他能够去create 创造许多高科技的武器 那有了with有了这些武器 he start to 他就开始去fight crime 他就去打